兵器是拳脚的延伸嘛 你把拳练好兵器很快上手 我就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练枪 比如说练一个枪刀剑棍 你练三年你练成了 但是你拳脚可能不太好 但是你拳脚练三年之后 再拿起刀剑棍棍你也练挺好 你拳也练挺好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教学的时候也是说 你们先把拳脚练好了 再上兵器就很快 因为兵器的时候 它是把那个 就是你手上的活能够翻好几倍的放大 比如说你可能这么一下点一下 可能你这个手没断 但是如果它是枪的话 那就再放大很多倍 但是为什么说 拳怕少壮棍怕老郎 拳啊 少壮还是厉害的 这点不要去讲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去跟什么老头 然后去打那些老头 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 他肯定打不了的 能吹能打那都不对 为什么人老的筋骨都不行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这个都是我们拳谱里面讲的 年轻人筋骨枪 但是要拿起兵器来讲 那就不一定了 人岁数大 可能他那个技巧更好 他发挥的他更好 这这么一个道理 不是像很多大师 智风大师的那些博主 这个那怎么打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